日月內陸奧運營會樂樂,下一屆將由日本東京主辦 計開幕式之後,馬拉簡納球場,再度化身為嘉年王會場 舞蹈員在開場表現中,砌出日月內陸地標耶穌像 和梦包山 27個小熊名唱大世國歌,國旗隨隨隨清起 207個參賽代表團持其手,在雨中入場 樂家隊由今屆乒乓球女單冠軍,丁寧做代表 細幕式的每個表演環節,都充分展示巴西的音樂,老道,文化和歷史背景 根據每屆奧運傳統,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,頒發藍至馬拉松的獎項 今排由肯尼亞基基比志拿到 李若燃內陸市長帕埃斯,將奧林北克會期交給巴克 再移交給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,象徵下屆奧運由東京跌棚 之後九分幾鐘,是由東京奧組委查理的表演環節 一段宣傳短片,展示日本特有的文化 日本首相安培俊山,以遊戲人物馬利奧的打扮登場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支持,肯定離約奧委會的工作 並感謝難民代表團的參與 今屆奧運的勝負,隨著巴西歌手卡斯迪路的歌聲,慢慢的熄滅 這個南美洲的首國奧運會,在催催的煙花之下落下開放 有廣市記者,邱陽少中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